今天教给大家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最安全最快捷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一定要仔细的看完 因为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骗局呢也是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我会从这五个步骤从最开始到一个实战演示的过程 埃格的给大家讲一下好 我们先去第一个注册一个欧易OKX交易所的账号 我们如果想去购买比特币 这些虚拟货币必须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号才可以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欧易然后币安还有火币 选择欧易的原因呢 他是在国内叫欧易 在国外的话叫OKX 选择这个交易所的原因呢 是这个交易所的话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 是他的手续费相比于其他的两个要便宜的很多 他的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您可以也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的话是有好处的 是什么好处呢 首先 这边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用卡 其次呢 这边会有一个最大的优惠 可以把你的手续费终身减免20% 我说的是终身减免20% 也就是打巴折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选择国家 你这边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话选择是中国 然后点击这边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就行了 呃 然后我们填上我们的手机号 填上我们的邮箱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 大家可以先登陆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呃正常登陆 好 如果正常登陆是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交易所的话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安装他的手机端 大家可以看得到在电脑上面有非常非常多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我们新手朋友根本看不懂也看不明白 但是在手机上面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操作起来呢 也是很方便 好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 安卓手机的话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把鼠标放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用我们的QQ或者是微信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下载 如果提示被拦截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别的 比如我这边有一个360的一个浏览器 或者是其他的 基本浏览器的话都是在这个功能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你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扫一扫 然后直接扫这个码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大家都是有支付宝 你也可以这边点击一下你的支付宝 然后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呢 就是你这边在这个电脑上面 先登陆一下你的QQ号 然后这边点击更多客户端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你选择下载它的APP 然后选择安卓 把这个APP下载到这个电脑上面 然后电脑登陆QQ号 直接拖拽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其实非常简单 就今天难的主要是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 你需要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也就是苹果的商店账号的ID 由于一些特殊的大陆的原因 你不能直接用大陆的ID来下载它的APP 然后必须要用海外的才行 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这边右上角这边的这个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账号是在哪里弄呢 大家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你去百度的话搜不到 然后搜索一下海外苹果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些关键词都可以 价格呢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吧 五块钱这个是 反正都是挺便宜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十几块钱 大家随便的找一个太多了 哪一个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拉到最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 这边有一个登录的按钮 登录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买的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搜索 搜索一下OKX 然后第一个啊 这边可能是其他网站的广告 我们不要管这边写的广告两个字 然后这边啊 有一个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首先先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APP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已经登录上来了 这个是我的安卓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左上角 首先呢 我们先认证一下我们的账号 点击这边 这边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身份认证 我们认证一下就行了 每一个交易所都是需要认证的 然后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交易所 然后有一个安全设置 我们点击安全中心 然后像这些东西 大家设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密码手机像这么东西 偏好设置这边默认就行了 好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赚钱了 我们需要提现 我们买币 我们需要付款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 把我们的银行卡绑定上 然后点击这边选择CRC交易 选择这边有一个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收款上户管理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就行了 添加上自己的银行卡号 这边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边会有三个微信 支付宝银行卡 大家一定要选择银行卡就行 像支付宝微信就不要添加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冻结 我们接着来进行下一个基本的设置都完成了 第四个就是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USDT是和美元挂钩 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USDT泰达币 一般我们都是喊它叫USDT 简单来说 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国家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个货币呢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购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这边我有美元 我有英镑 我有人民币 我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这个USDT 然后用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去购买这个USDT 回到我们的首页 然后我这边是在苹果上面 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等我上来之后点击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有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里面有个CRC交易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边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CRC CRC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边可以自由的筛选上架 你想买谁的和淘宝一样 你自己去筛选一下 这个快捷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系统自动的随机的给你匹配 有可能会匹配到骗子 这个大宗交易 大家用不到 所以不要用 然后这个快捷交易容易匹配到骗子 所以呢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CRC 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这边选择CNY就行了 然后金额 买两万块钱的吧 然后支付方式 我们选择一下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然后这边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 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好 然后呢 我们如何去筛选呢 大家要看到这边 有它的这个成交量 还有成交率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高一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四千多的 有一个一万的 我们选择这个一万的 一万多的 然后再看哪里呢 就看它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呃 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成交单数 还有这个成交率 这个两个东西 这个是一 二 然后这是三 这三个东西一定要 这个一年以上 这个越多越好 这个是越高越好 像这个文文 妥妥 像这个商家就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T 然后再选择这边的购买 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边需要验证一下资金 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去下单 比如说哎 我买两万 然后选择零手续费购买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就不买了 先来给大家以接触的形式来说一下 选择CRC 然后输入要购买的金额支付方式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选择这个时间 然后单数 总成交率 一年以上就行 然后选择委托单 选择购买 输入购买金额 点击零手续费 然后点击付款详情 这个卖家会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看一下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是担心 我们的钱是来路不干净的脏钱 然后怕我们洗钱 或者是跑分赌博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找到我们的银行卡 点击我的 然后点击明细 帮我们近期像我这种 流水明细给他看一眼 如果他感觉我们的流水没有问题 他这边就会把他的 这个他的姓名卡号 他开户银行发给我们 假设这边通过了之后 我要买一万块钱的 然后我给这个6228这个建设银行 我就给他打过去一万块钱 千万不要还没打呢 就给人家点击这个我已支付 钱打完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就可以了 支付的时候呢 也不要乱写什么买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乱写这种东西 直接钱转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 商家都是实名认证 而且和淘宝一样都有保证金的 绝对会发货的 是会到账的 这个是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这边为了做视频的演示 我是提前给大家准备了100个 usdt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我里面有100个 然后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一个资金账户 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这个交易账户没有钱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大家要看好我的钱是在资金账户里面100个 这个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不能去交易交易账户 这边有交易两个字 顾名14亿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我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也就是这个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那如何去操作呢 点击这边的划转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对吧 刚才给大家说的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从资金到交易账户 然后选择usdt 选择税大选择确定 没问题了 看见没有钱去这个交易账户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了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里就是我们 这个交易的页面 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我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里是我的当前要买的币 这个是eth是我要买的币 然后这个3419是当前这个eth这个价格 那如果我想买别的呢 我想买比特币非常简单 在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去谷歌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的话你是搜索不到的 谷歌搜索一下飞小号 然后第一个网站 然后点击进来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中文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btc 你想买这个 瑞波币 你需要输入xrp 好我们现在买比特币 点击这个eth这里 然后我们输入btc 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有个bb 我们点击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比特币了 然后这边变成61,000了 我们想去买狗狗币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狗狗币 我们输入doge然后选择bb 看见没有变成0.12了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eth想买以太坊点击这边 然后呢这边我们选择一下买入 然后这边市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一下 刚才是限价委托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这边的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成交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拉满 拉满之后这边可用100个ust 可以买0.02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 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买入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现在买入的价格是3419 usdt 好 那我过两天可能这个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点击市价委托 给它拉满 点击卖出就行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涨了3519 usdt 然后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再点击拉满 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3419买3519卖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100个usdt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想换成钱 如何换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刚才 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对吧 资金账户放到交易账户 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想去卖币了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把它的钱放回去 就是从这个交易账户 放到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华转 交易放到这个资金 好 我们换一下交易放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最大点击确定 好 看到没有钱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交易 然后选择这边的欧益 然后回到这里 继续点这个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个时候还是选择crc 这个时候选择出售了 然后我们和刚才一样 选择这个老商家 这边有个9万多的 我们这个看一下他 他就可以 22年的老店铺 然后9万多呢 99.96 非常好 点击这边的委托 然后选择这边的出售 点击最大 好 选择这边的最大 然后我们选择零手续费 出售usdt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3419买3519卖 然后盈利了之后 把这100个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当我们这边点击零手续费出售之后 卖家就会把给我们的银行卡里面 转过来 731人民币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个流程就跑通了呢 是不是很简单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总体而言 比特币在14000到16000价位震荡 高抛低息是好的操作手段 但显然低息的性价比会高于高抛 支撑位14000 压力位16000K 我们忽略掉清仓的位置 大仪态最高上涨至460价位 回落446价位 可以给我们提供盈利机会 而多头尚未建仓 这是因为我们比较紧身的缘故 今天多头会考虑435 410的轻重仓购买 因为距离390止损较远 因此轻仓是很轻的那种轻 空头会考虑460价位的走空 设置465价位的止损 支撑位409 压力位463 YOS 宥子走势太多了 平时跳得厉害 该跳的时候又跳不起 宥子从2.49在我们2.48前的购买威上涨 比特币和以太坊大幅上涨后 宥子最高只达到2.56价位 然而因为比特币涨在15100到15200之族转换之上 因此我们还不敢做空 话说回来 做空后最多也就能设个回质 理论上宥子应该考拉2.55价位的做空 设置2.62的止损 但现在大局势有点不对 我不敢走宥子的奇葩限位 与其做空 不如考虑2.48价位的做多 设置2.38价位的止损 支撑为2.4 压力位2.6 LTC莱特在回落57过程中近乎靠近我们的支撑 因为处于涨势 这种回落就是购买机会 因此昨天莱特在发文后虽然稍微回落 但又从58.5价位上涨 空头也会在上涨过程中间建仓 但因为涨势缘故 我们不知道是否会被突破 因此如果有盈利 应该只赢部分 并把剩余部分的止损后 移至第二价位 今天会考虑62.5价位做空 设置63.5价位止损 或者考虑58.8 除以57.5价位做多 设置56.9价位止损 支撑为57 压力为63 BCE现金可能会比较糟糕 它从254价位 由我们250前的购买位出发 最高上涨至278价位 略微突破我们277止损 这是线位上的不可控制 而且它的上涨更像是一根柱子像 今天多头会考虑262.256价位建仓 设置245止损 因为出于涨势还太过危险空 头若有建仓未止损 目前盈利考虑先轻仓 下一个做空位位于290价位 支损位于300价位 支撑位250 压力位295 今天的行情先看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OE消息 黄牛币圈早报风机 比特观点 预计到2022年 按市值计算 比特币将位列第一 阿兴位居第二 分析师预测 明年Tether的市值将超过Fairyland 普达明确表示 比特币的扑动性值得机构承担风险 一份新的报告 对比特币和更大的加密行业 给出了一些明显的乐观看法 与此同时 富达说 散户投资者无疑会转向比特币 新一波散户投资者正在等待接受数 自资产 事实上 富达是个死多头分析师 更多详情请看富途 应给明明 OK分析 一 处于正在交易状态尚未成交 二 虚拟货币排名如下所示 一 领域王国 二 火币王 三 比特币中国 四 Mon Goku Gb网 六 云币 七 Oakian8 Bedrox流 Coinbase 三 只要能联网就能挖比特币 不关有线无线的问题 只关电脑的配置和网络的问题 家庭电脑加4兆的网速还是玩游戏剧吧 现在的比特币需要买特定的挖矿机挖 四 一般都是在比特币交易所里直接看行情 有业内人士指出全年比特币的走势 加密数字货币市场仍有巨大风险 个人投资者在投资加密货币之前 应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要盲目揪到参业 根据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五 说起数字货币 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比特币 但实际上 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像比特币 天成币这样的虚拟货币 它本质是一种虚拟商品 它没有国家信用 不具有法常性 而人民银行数字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为三宝的一种法定比特时代 怎么充值买币 怎么买比特币 如何买比特币解答 856 一 Bbook平台创始团队是一批来自高科技企业的精英组成 不但包括早期的比特币玩家和区块链技术的践行者 互联网连续的创业人 而且包括传统金融交易市场的从业者 高科技天使投资 VC 以及业内顶尖的安人工智能精英 收续费0.1% 二 比特币不是传销 一般说传销只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 通过对被发展人员 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 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货币 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难一定费用为条件 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取得利益 比特币是一种数三 比特币是一个共识网络 塑成了一个全新的支付系统和一种完全数字化的货币 它是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对等支付网络 尤其用户自己掌控 而无需中央管理机构或中介入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比特币很像互联网的现金 比特币也可以看左色 比特币最小单位是小数点后八位 一般交易所可以购买小数点后六位的数量 也就是最低0.0000001 你可以试一下 现在各个交易所都是吸收新用户 操作都是比较友好的 5.2 支撑位如果说股价跌到某个价位不见 股票跌价将不会再继续 还有一定的几率会上升 支撑位是一种价格阻止股价继续下跌 或暂缓股价继续下跌 定义理解起来很容易 压着尽量不让你涨的位置压力稳 支撑位能让你再溜 昨天价格一度低进63000美元每枚 截至发稿时 比特币高位回落 跌至61,330美元每枚下落 棋盘中一度涨幅达到了超过8% 相当夸张 以目前的市场势头 大多数市场专家和分析师乐观地认为 比特币将在年底前达到10万美元 比特时代比特币充值卡解答 1130亿 虚拟币为什么暴涨老币网具有多年的区块链效力阅历 为用户提供专业的效力音讯 接下去 引荐比特派怎样交易 以及比特派交易平台 选择老币网可以为您随时随地 处置完币中所遇到的各种效果 让你不再为职称评级反琐事务而烦恼 比特派钱包怎样终止以太坊 ETH的提量转账 提量转账的话 你得准备好地址 要发送的币数 然后复制下 反台比特派切换到以太坊币中下 提量转账进入后 直接从粘贴板粘贴下去就OK了 精细地在钱包里有教程 你可看一下 PAB怎么交易 一全球派币专属交易平台 PiShop曾经上线 用户可前往官方网站 出售或收买派币 二 派币需求用智能手机挖矿 软件无需常态 对手机功用无任何影响 是一种收费挖矿货币 三 PiB是相似与比特币的一种加密的虚拟货币 它是由由斯坦福大学 博士团队开创的社交区块链项目 拓展资料一 PiNetwork点称Pi全称 是一团体人都可参与的区块链项目 Pi的玩法十分融杂 只需在手机上下载 App 然后每个24小时点击一下 支付挖矿收益就可以了 一切PiB都由用户挖出 并且当用户量抵达10万 往后用户量每增加10倍 都会越力挖矿收益减半 比如用户量从10万到突破100万 就曾经增产过一次 二 依照目前的增速 Pi的用户量估量在12月份就能够突破1000万 而依据白皮书的描画 届时将会由社区投票来决议终究是减半 还是直接停产 当然 这是Pi接上去会面临的不肯定要素 也是目前社区脚赖不修的话题 一 PiNU基础速度 每团体都是一样的 目前为0.2拍一超 Country VH平安圈加成 每团体最多拉5团体参与自己的平安圈 而且这5团体并不要求是经过你的约型码注册的 平安圈奖励最多等于5×20×基础速度等于0.2拍一张 我用今天约请加成 你间接约请的人越多 生动用户越多 那么挖矿速度就越快 比如我约请的10团体且都生动 那么我的约请奖励等于10×25×你根底速度 加平安圈加成中上来看 拍确实具有拉人头 但是邀请只具有1级地点 况且拍不需求你做任何的金钱投入 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零物项目 传销的两个特征派都不契合 所以它并不是传销 也不是炸店 二 作为一名干练的比特币投资者 肯定要有局务的心态 专业的入力 黄热的进修热忱 才会在严酷的金融市场上真正的生活上去 并且谋得久远地展开 这些交易心态会昭示盈于 比特派钱包资产如何导入TB钱包 比特派钱包资产导入 TB钱代替法如下 第一步 创立钱包 记好助记词 私钥和地址 第二步 在交易所提币 第三步 在搜寻栏搜寻比特币 填写钱包地址 提币数量等应许 点击确认 第四步 发送考证码 填写考证码 填写谷歌身份考证码 并确认即可 接上去就是等候 比特派BP是全球抢先的多链钱包 支持BTC PTH EOS EOS等多种区块链资产 基于对区块链技术的深化了解 以及来自运营比特派钱包的多年月 比特派勤劳于为全球用户提供平安的资产管理 以及丰厚的区块链运用效劳 运用比特派 用户可以在电力的停止交易及使用效劳的同时确保资产100%由自己掌控比特派钱包网络过时检查下工作 有可能在更新 都会显现网络链接过时 比特派钱包的使用 如何转出和转入数字资产 1. 比特派钱包支持多币等操作 可以点击加号增加想要的币 2. 收币就是从其他人的账户转账到自己账户里 以BTC发币为例 点击BTC进入主上页面 第一步 点击收币 最后在页面中可以看到二维码和地址 可以将二维码发给其他人扫描 取得转账地址 也可以间接点击复制地址发给其他人 3. 发币就是从本人账户里 转账到其他人的账户 以BTC发币为例 点击BTC进入如上页面 点击发币 调转页面后 填写比特币地址 需求转账的比特币数量大约金额 调整矿工费 点击确认发送即可胜利发币 钱包其他公用 一钱包页面还提供了一键买卖和点对点交易公用 2. 点开交易所 可以发掘比特派钱包 支持各币种的交易 分群种币 BTC和ETH是三种交易者 也支撑多个币种的交易 3. 点开发掘 可以看到各种市场消息 4. 点开资产 可以检查钱包内的资产总盒 5. 点开我的 可以反省各种精细数量 如何提币到另一个交易者 意义是说真正掌握了助记词 资料才是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币 因此使用去中心化钱包 才是契合区块链去中心化肉体的做法 特地是在中心化平台不安事情停发的状况下 提币到自己钱包成了每个币圈用户必备的防身计 本文会以自己常用的BTC USDT等资产为例 手把手教你怎样从某个交易所 及怎样使用去核心化钱包 来准确地保管个人资产 准备义务 1. 比特派钱包下载装置完毕 且以备份好助记资 2. 存有资产的交易所 会封锁提币权限 下面以某个交易所为例 1. 翻开要提币的交易所 进入到资产页面 2. 点击提币按钮 3. 以提BTC的钱包位例翻开比特派钱包 选择BTC体系 点击收款 复制钱包的收款地址 回到交易所页面 选择要提币的币种 这里选择BTC 逐链为BTC 填写你要提币的地址 从比特派复制的收款地址粘贴到这里 粘贴完成后肯定要二次核对地址 防止地址复制过失 之后填写你要提币的金额 核对无误后 点击提币 一般此时交易所会要求用户填写各类考证吗 填写完成后 交易所会审核你的提币勘求 审核完成后 该笔交易将发送到区块链上 钱包此时就可以显现余额 等到该笔交易被区块链确认 这笔交易就是真正的道章 4. 阿瑟提币时的稀无效果 由于以后市场下凝制的阿瑟提币较多 所以用户在提现时会感到较软 以后的阿瑟分为Sony比特币主链 阿瑟特尔士以太坊主链 又CED特尔克尔士波长主链 三种阿瑟价钱相同 仅仅为发行的主链不同 阿瑟提币时 交易所和钱包选择主链需求相互对应 才可以提币胜利 假定这三条主链地址高过的 将无法提币 金维也不会发出 因此也不会形成资产丧志 不用过度担忧 了解了阿瑟的体系机制后 提币的进程就跟BTC一样融杂了 目前市面下凝制最多的是 R20版本的阿瑟 假定不知道自己提哪个人系 可以默许提这R20版本 比特派钱包支持一切版本的 阿瑟是最弱小的阿瑟钱包 无 二个R20TOKEN提币时的稀无效果 如Tax USDC等等 由于R20TOKEN都是发行在 以太坊主链上的资产 因而在钱包中接收R20TOKEN时 可以间接用钱包的 以太坊地址来接收 到账后会自动显现 该大片的余额 三者的区别如下 首先要清楚一点 三种类型的阿瑟在交易所内并没有差异 但在链上是不普通的 也就是说 翁上的阿瑟是无法转到另外两条链上 所以在交易所冲提阿瑟时 肯定要留意地址种类 三者最清楚的区别 阿瑟的地址是以一扫尾 二十阿斯的地址是以零扫尾 二十阿斯的地址是以零扫尾 二十阿斯的地址是一批开头 那么应当如何显示 阿瑟的安全性最好 但转账速度太慢 要是你有不着急交易的大额第三 可以优先选择NES R20USET的安全性和转账速度最终 适用于数字货币市场的领次交易 要是你经常做短线交易 可以优先选择R20网 TLC20阿斯的转账速度最快 而且链上转账无需手续费 的安全性比你低 要是你十分在意交易速度 可以思索TLC20阿斯 建议小欧为主 最近有很多小同伴咨询 关于比特派钱包交易使用教程的效果 小编区分多年的阅历 收拾进去一些比特派钱包交易 使用教程视频对应的资料 分享给自己 比特派钱包怎样终止以太坊 一贴一式批量转账 批量转账的话 你得准备好地址 要发送的币数 然后复制下 翻开比特派切换到以太坊币中下 批量转账进入后 直接从粘贴板粘贴下去 就OK 精细的在钱包里有教程 你可看一下 阿瑟怎样提现到银行卡 可用相关的法币软件停止提现 操作如下 用法币软件将用户的阿瑟资产转入账户 随后与他人停止交易 交易胜利后 用户所得的款项 将会被转入用户延迟绑定的银行卡 或电子钱包中 而且 阿瑟还与美国的法定货币美元挂钩 使用很普遍 阿瑟提现到银行卡的方法如下 一 装置笔特派钱包 并登录好 二 在钱包首页找到一键买卖 三 点击进入一键买卖这里可以选择币种 然后选择买或卖 不论是买还是买 输入数量 然后提交订单定付款就可以了 假订用户没有天 写收款应讯的话 到这一步会自动提示用户 输入银行卡四 等候着被区块链认好 就会有商家付款到用户设置好的银行卡上 拓展资料 泰达币阿瑟是TEDR公司推出的 基于坚定价值货币美元USD的代币 TEDRUSD下升 低USD一美元 用户可以随时使用 或随于LSD停止1比1最快 TEDR公司严固遵守1比1的准备金保证 其美发行一个USD代币 其银行账户都会有一美元的资金保证 用户能够在TEDR平台进行资金查询 以保证透明度 它最大的特性是 它与同数量的美元是等值的 使之成为坚定猛烈的 加密货币市场中优秀的保值代币 正所周知 由于OK对上线币种的调查 考核十分严护 一向只选择上线最优质的币种 只需这样才干给用户提供 真正有价值的数字资产投资种类 美国财政部官员对TEDRB TEDR及其他坚定币 所形成的最紧迫风险有表确论 并准备为增强加密货币监管提出建议 相关义务尚未中了 参与起草政策框架的局部 在政府官员以为 最大关心是要确保投资者 能牢靠地将资金投入和转付代币 这份政策框架是将于未来几周公布 官员们还担忧 加密资产的普遍兜售 能够威胁到金融坚定 某些动摇币范围能够升得太快太风险 美国监管机构正准备收拾 飞速增加的加密货币行业 财政部的建议 能够成为下一步举措的路途图 官员们还在议论 由金融动摇金市委员会 发起政治检查 评价动摇币能否形成经济危险 这个进程又能够会带来 更严酷的监管 财政部官员正特地关心 波动币交易的处置和结算方式 以及能否是基于市场状况进行的 官员们关心的另一个效果是 如何对Facebook总科技巨头开拓的代币的增加 家与管理 Facebook所在的一个协会 此前公布 以开拓名为金融幻听币 操作环境 苹果12 微信8.0.16 BPE比特派钱包 最新版V5.0.024 如何提币到另一个交易 意义是说 真正掌握了助记词 私钥才是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币 因此使用去中心化钱包 才是契合区块链去中心化肉体的做法 特地是在中心化平台不安事情频发的状况下 提币到本人钱包 成了每个币圈用户必备的防身记忆 本文会以自己常用的BTC BUS等资产为例 手把手教你 怎样从某个交易所 及怎样使用去中心化钱包 来准确地保管团体资产 准备义务 一笔特派钱包 下载装置完毕 且以备份好出记事 2.存有资产的交易所 未封锁提币权限 下面以某个交易所为例 1.翻开要提币的交易所 进入到资产页面 2.点击提币按钮 3.以提BTC的钱包为例 翻开比特派钱包 挑选BTC提币 点击收款 复制钱包的收款地址 回到交易所页面 选择要提币的币 这里选择BTC 初恋为BTC 填写你要提币的地址 从比特派复制的收款地址 粘贴到这里 粘贴完成后 肯定要二次核对地址 防止地址复制过失 之后填写你要提币的金额 核对无误后 点击提币 一般此时交易所会 要求用户填写各类考证吗 填写完成后 交易所会审核你的提币要求 审核完成后 该笔交易将发送到区块链 钱包此时就能够显现余额了 等到该笔交易被区块链确认 这笔交易就是真正的道账 四 阿斯提币时的稀有效果 由于以后市场下凝制的阿斯体系较多 所以用户在提现时会感到搅扰 以后的阿斯分为阿桑尼比特币主链 阿斯托克20 以太坊主链 阿斯TRC20国厂主链 三种阿斯价钱相同 仅仅为发行的主链不同 阿斯提币时 交易所和钱包选择主链需求相互对应 才可以提币胜利 假定这三条主链地址搞混了 将无法提币 金额也不会收回 因此也不会形成资产丧失 不用过度担忧 了解了阿斯的体系机制后 提币的进程就跟BTC一样构杂了 目前市面下凝制最多的是M20版本的阿斯 假设不知道自己提哪款体系 可以默许提C20版本 比特派钱包支持一切版本的阿斯 是最弱小的阿斯钱包 5 和20高跟提币时的吸引混 如 USDC等等 由于20高跟都是发行在以太坊主链上的资质 因而在钱包中接收20高跟时 可以直接用钱包的以太坊地址来接收 到账后会自动显现该高跟的余额 三者的区别如下 首先要清楚一点 三种类型的阿斯在交易所内并没有差异 但在链上是不互通的 也就是说 翁上的阿斯是无法转到另外两条链上的 所以在交易所充提阿斯时 肯定要留意地址种类 三者最清楚的区别 RNI阿斯的地址是以一扫尾 580阿斯的地址 是以零扫尾 GRC20阿斯的地址 是以低扫尾 应该如何选择 RNI与SET的平安性最好 但转账速度太慢 要是你有不着急交易的大额订单 可以优先选择RNI阿斯 R20阿斯的平安性和转账速度居中 适用于数字货币市场的屡次交易 要是你经常做短线交易 可以优先选择R20阿斯 TRC20阿斯的转账速度最快 而且链上转账无需手续费 但平安性比你利 要是你十分在意交易速度 可以思索TRC20阿斯 建议小鹅为主